這是一套 號稱可以鍛鍊腦力的遊戲 喜歡三星電玩遊戲相關的 可以訂閱一下頻道並且追蹤我的IG跟FB喔 OK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遊戲可以拿來鍛鍊腦力呢? 這款遊戲的名稱就叫做 《川島龍泰教授兼修》 大人的NS 腦力鍛鍊 對 它的名字真的還滿長的 不過主要就是提到《川島龍泰教授跟腦力鍛鍊這兩個關鍵詞》 早期在NDS的主機上面也有出了這款遊戲 只不過名稱是叫做《川島龍泰教授的DS 腦力強化訓練》 遊戲本身就是透過一些簡單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跟電腦做一個互動 接著就可以測出我們的大腦年齡 玩家必須憑藉著更高的反應速度 來得到月低的大腦年齡 據說早期是有特別聲稱可以刺激某部位的腦部發展 因為這位川島龍泰教授正是一位蠻知名的腦部開發研究人員 這次出現在Switch上有一點小可惜的部分 就是他並沒有做到中文化 所以在進行遊戲的時候不得不說還是會有一些障礙出現 而且在某一些小遊戲當中 如果沒有稍微OK一點的外文能力 我覺得可以直接無視它的存在 進到遊戲裡面我的主機語言設定是沒有特別調整過的 映入眼鏈的語氣會是英文版 如果是懂日文的玩家 可以在主機的語言設定成日文 這樣進遊戲之後就可以用日文來進行遊戲 我覺得這款遊戲能用到自己越熟悉的語言來玩 會越加有力 畢竟它是需要考驗你的反應動作 而且有一些小遊戲就是要你讀文字 沒辦法讀文字的話就真的直接廢掉 那麼剛進到遊戲就會發現一個蠻熟悉的單字 Brain Brain Bettering Brain 好啦好啦 自敬一下而已 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款遊戲沒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所以要玩的時候要記得把Joycon拔下來使用 當然有不少遊戲也是需要使用到掌機的方式來進行 這一點也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剛開始進來兩個選項是快速遊戲跟每日訓練 不過這是訓練反應的 不要看到訓練就跟健身之類畫上等號 進了快速遊戲這個選項 總共會看到六個小遊戲可以進行 上方三個是單人可以自己進行的遊戲 下方三個則是可以找一下對手來PK一下反應速度 這些遊戲都不會太難理解 但是要玩到很順的過關的話 成就感我是覺得會還蠻大的 這邊我就稍微分享一下這幾個遊戲的玩法好了 從左上第一個開始 是跟電腦透過IR照相機來玩一個猜拳的遊戲 遊戲的初期會讓我們選擇右撇子或者是左撇子來進行 方便電腦做一個辨識 進到遊戲中左方是電腦所出的拳 上方的英文會出現Try to win 或者是Try to lose 這個意思就是要拆贏電腦或是要拆輸電腦 那你也不用想著說這是不是一個靠機率獲勝的遊戲 電腦一定會先出拳 然後告訴我們要贏他或者輸他 假設電腦出石頭題目是在Try to win 那我們就要出步 出拳的感測方式就是左手拿著Jerrycon 右手大概距離IR照相機20到25公分 出個相對應的拳就可以讓電腦來判別 不過得注意一下方向性的問題 因為他是用感應的嘛 所以你的步如果是側著手給他感應的話 可能會看到畫面中出現一條直線 這樣會感應不到正確的手勢喔 在電腦連續的題目出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評分出現 他會告訴你總共幾分幾秒完成這個遊戲 腦袋年齡為幾歲 剛玩這遊戲的反應一定不會那麼的好 但多玩個一兩次 我覺得是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成績 不過我自己玩太久之後呢 腦袋是會有點混沌 反而得不到更好的成績 所以適度休息再挑戰也是很重要的啊 接著就是上排中間那個遊戲 他的進行也是非常簡單 電腦會用一個手勢來做一個幾家級的教學 這個說真的有點像幼稚園或是國小低年級的數學題目 但是他應該沒有打算做得很複雜 主要就是為了要來提升我們的思考反應 手不一樣是在IR照相機的感測下 比出答案就可以來進行遊戲 這裡面呢 所有的加減法結果都會是1到5的數字 所以我們只要伸出一隻手來比數字呢 就可以來打電腦的題目 完成之後一樣會有一個完成時間跟評測你的反應速度 會有一些火箭啦開車啦腳踏車啦走路啦等等的 來作為你相對應的反應速度 上排最右邊的遊戲呢 則是像一個在做手指體操的小遊戲 只要跟著畫面中的節拍呢 比出相對應的樣子就可以來進行遊戲 我覺得算是蠻簡單的 不過有時候簡單的小遊戲啦 反而可以站得更加不可開交 一樣是跟著比完這些手勢呢 嗯應該是手指之勢後就可以完成遊戲 完成後一樣是為有完成時間 跟對應你的反應的交通方式會跑出來亮相一下 接著呢下方的三個遊戲就是要來找對手稍微玩一下啦 首先最左邊這邊遊戲的初期需要兩個玩家 各為一隻Joycon 進行的方式就是在畫面中看到有幾隻鳥就按幾下ZR 不過這個技術器應該只能往前加不能倒扣 所以在按的時候呢除了速度要按得快以外 要注意別按過頭 反正畫面中幾隻鳥就按幾隻 接著按下R呢就可以提交答案 關卡其實不多 但是刁鑽的速度進化的頗快 從剛開始蠻乾淨的畫面一直到出現蘋果來亂 出現兩種顏色來亂 然後小鳥會開始亂飛 這些因素呢都可能會干擾到我們在技術的速度 所以呢我在想習慣一下應該就可以達得快一點 這個也可以容易知道你的對手反應如何 畢竟這個在測的時候 除了眼睛要看以外 手也得要配合得很好 才可以達得又快又準 遊戲結束後呢一樣會有兩個人答對跟答錯 還有反應時間等等的數據 最後呢就是標出誰是勝者誰是敗者 接著就可以進行下一場遊戲了 那麼中間這個舉旗的遊戲呢 我覺得蠻有挑戰的 遊戲中會出現一個出題人在中間 他會告訴我們旗子的揮舞方向 而且一次會做完整個動作 我們必須要跟著他做完相對應的方向之後呢 才能夠往下一個題目邁進 之所以會說他困難的原因啊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題目會越來越長 剛開始可能是上下右三個步驟就結束了 接著可能會變成上下右上 再來會變成上下右上 上下右上下左 題目會每一次增加一個方向 越增加呢是越長 只有正確的把他整串的揮旗方向記好 才可以往下一道題目邁進 所以沒有記揮旗方向的話啦 肯定會浪費掉不少時間 而且這是快速遊戲當中 我個人覺得最有挑戰的一個項目 如果一直沒有記好方向亂揮一通的話呢 遊戲還會提前結束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挑戰 喔對了 玩這個呢真的要提醒一下 專心看一下題目 才不會聊一聊才發現 欸我沒有看題目啊 這樣就麻煩了 最後一個呢則是屬方塊的遊戲 遊戲的進行方式跟那個屬小鳥非常的像 一樣是透過IR跟R來做數量上的確認 只不過是這次的方塊呢 可能會用超短的時間閃現 也可能會像個跑馬燈一樣 快速進場快速離場 而且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塊疊法 那些題目呢都得要讓我們快速去思考一下 剛才所閃過的方塊總共有幾個 我自己有時候是用反推的方式進行啦 因為方塊實在太多了 如果你要正向的方式來推算的話可能會太慢 反對的話我是覺得比較有機會達到正確答案 那麼六個快速遊戲的部分呢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這邊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每日訓練的部分 每日訓練的話呢就沒有支援到體育模式 得要把主機取下來進行遊戲 這邊能夠訓練的項目還蠻多種的 而且一開始並不會主動把功能全部開啟給我們 必須一步步訓練才有辦法慢慢解鎖 也由於需要用到大量的觸控模式啦 所以遊戲當中有特別提供一支觸控筆 如果是要寫字或者是要點選一些選項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方便好用 基本上這邊大多的遊戲一樣可以用快速遊戲的那幾種遊戲概念來進行 基本上這邊大多的遊戲啦我覺得 並不會因為文字的差別就會有無法進行遊戲的窘境 如果認真要說的話呢 我會覺得因為文字而出現障礙的 初期大概就是那個閱讀關卡了 它會出現非常多的文字 應該是一篇文章要我們好好的去閱讀它 閱讀的時間就會成為我們的反應速度 在這邊我看得懂的單字有限所以就快速的滑過來進行遊戲 最後呢我就得到了一個火箭般的反應速度啦 喔對了在每日訓練這邊呢 如果你有加好友的話會看到線上朋友的反應速度喔 所以呢在不斷刷新分數的部分啦 我覺得是它值得挑戰的地方 這款遊戲說真的玩起來娛樂性並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在意志方面不得不說會有一種讓人想要不斷挑戰的魔力 好啦那麼今天的簡單體驗呢就先到這邊啦 好最後呢還是來分享一下它的封面的部分 封面的話呢就完全的純日文版 只有一些漢字在上面 其實床封面啦我真的覺得 它有點像是一個客外讀物的那種感覺 那這邊有一個穿導龍太的它的頭像 在裡面呢它真的就是以這個樣子出現 背面的部分呢它有寫上它裡面的一些遊戲的功能 其實有做一點點簡單的演示展示 這個遊戲可以依到兩個人玩 在體育模式跟平板模式 掌機模式只能自己一個人玩 會滿大量的需要使用到觸控的功能 接著呢它是不支援到Pro的手把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裡面打開之後啊它有特別講到關於一些 腦袋的一些講解 啊腦袋斷電的東西啊 它有特別註解它不是醫療的機器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著遊戲卡夾呢是日版的 這邊呢有提供上一支觸控筆 這個觸控筆我覺得整體來說質感算是還不錯 如果說你在玩觸控模式的時候 拿觸控筆來寫 我覺得會比手指頭還來的好用一點 那這款遊戲呢我個人覺得算是蠻有挑戰這款遊戲 雖然說呢它的畫面跟娛樂性質啦 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玩起來呢還是會讓人很想要再度挑戰它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期見啦 掰